《沙姆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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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经文是在《沙姆尔记》第七章 有三段经文 这个18到29 然后这个22到24 还有25到29 这段经文我要拿出来 整段的经文是讲到 前面一段 一到十七等等 是讲到 大卫有一天 他站在他的宫廷看外面 他突然看到神的这个会幕 放在外面 他突然有个很深的感动 我今天神帮助我 今天我打赢了 住了这么好的环境 但是神的会幕 那时候代表神的同在 怎么可以在外面 所以他就跟 他有个感动 要替神的会幕盖个殿 可以这样说 所以跟先知 跟先知说 我可以吗 先知听说很好啊 不过没想到 先知跑去问神的时候 你的仆人大会 要给你盖个殿的时候 神就回应他 不用 会盖 但是不需要他来盖 那是1到17节 那是1到17节 所以这个先知跑回来 就跟这个大卫说 神说不用盖 然后讲了很长的一段经文 告诉大卫 为什么他不要大卫盖 今天我们又先讲这个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然后玩以后 大卫没有生气 如果是你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是我一个感恩的心 神呢我要为你盖个殿 我觉得我是一个感恩 但神说不用你盖 你会觉得有点挫折 有点失望 甚至到最后你有点疑惑 神怎么一回事啊 这是我喜欢的事 这是荣耀你的事 是你不喜欢我的吗 是你准备换人的吗 没有想到大卫非常非常的开心也好 或者非常诚心也好 看怎么说 就讲了这个从十八节到二十九节 讲到他的一个祷告 从这个祷告我们可以认识 大卫是一个领袖 是一个很畜色的领袖 是一个君王 但是不要忘记 圣经更是说 大卫是一个合乎神性的人 他之所以成为一个成功在神手中可用的领袖 不代表说他没有软弱 没有跌倒 但是确实神用了他 完成了神的心意 甚至到一个程度神说 这个仆人大卫是一个合乎我心的人 所以我相信这两件事分不开的 一个神可用的领袖 绝对跟他是否合乎神性有关 但怎么知道他合不合乎神性意 那从大卫 这个非常personal 非常个人的 跟对神的认识 跟神的对话 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 叫做合乎神性意 所以今天我是从这个角度 一起和大家来思想 礼拜五之后 Denis牧师在我们同工程导会带领我们 去明白神的心 昨天早上9点到12点是小长计会 就一个quarter 一个一计有一次的 所以小长还有船上都到了 他也特别用这个来 就是用 让我们怎么跟神的连接 所以对他来讲 一个跟神连接的人才会有恩典 他用火水浆而讲到圣灵的工作 只要连接 但连接他有一些的解释 要紧在这里 当你跟神连接的时候 你才会有所谓的火水涌出来 那对他来讲 神的连接 他用这个字叫connect connect 那连接当中对他来讲 很重要一个 不是唯一的 但很重要 就是他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 那我知道他是一个祷告人 他常常这样说 有时候晚上一两点就起来 他不是每个晚上 不过一两点起来 他不会觉得怎么搞的 他怎么睡不着觉 他知道神要他来祷告 所以就在这时候 就在醒来那段时间 就清心土一的跟神祷告 所以我们在他生活里面 我真知道神在带领他 因为他是一个寻求神性的人 OK 这是我要跟大家 来思想传经文的主要原因 当时他提到灵良堂 他说灵良堂 越来越清楚 灵良堂是神拣选的一个心意 他过去有时候不在这边 他也会给我一些email 或者别人传过来 他领受些什么 因为在乌干达 他领受 神要对灵良堂说什么 神要对欧牧师要说什么 所以他会讲 那我感觉到呢 他特别昨天提到 神要兴起灵良堂 这当然不是我们第一次听 也不是他第一次讲 不过他用一个字很有意思的 他说神要rebirth 重生 重新生一次这个灵良堂 基本上整个观念是 神有心事要发生在这里 但在新的发生当中 一定有很多的事情 要发生 新的皮带 新的酒 但是有一样事情 是必定发生当中 是不可少的 如果要发生 跟这个事情不可少 就是你要跟神connect 你要祷告 这是他整个 那我相信 当我讲的时候 我真是感觉到 神的灵良就大大教官下来 不仅在我们当中 这上千个小组长 我们都被神来抹着 为这个我们要感谢主 OK 回过头来 我们还是说 我们怎么成为一个 在祷告的里面 因为基本上 这是大卫的祷告 在祷告 怎么跟神connect 所以不是祷告而祷告 是每次祷告 怎么跟神 能够预在一起 碰在一起 连接在一起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七章十八到二十九节 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 若是找说 我们方便的话 我们就一起站起来 我们来读这几节的经文 十八到二十一节 我们起来 或者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一读大卫王进去 坐在耶和华面前 说 主耶和华啊 我是谁 我的家算什么 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 主耶和华啊 你眼中还看为小 这应许你仆人的家 这应许你仆人的家 至于久远 主耶和华啊 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 主耶和华啊 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 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 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 是因你所应许的话 也是照你的心意 我们一起来 主耶和华啊 你本为大 照我们耳中听见 没有可比你的 除你以外再无神 我们一起祷告 就我们在这个感谢赞美你 因为到如今你都帮助我们了 我们为我们的教会 向你献上感谢 因为六十几年来 你都恩待我们 但主啊 你从来没有停止你的恩典 你从来没有停止的带领 以至于我们的教会 要走在心里当中的时候 这个教会 必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 必定是一个恩上加恩 力上加力 荣上加恩的教会 主要对我们说话 把你的信箱打开 千万圣经保一施 让我们不仅明白神的话 让我们把神的话 成为我们的理念 当我们顺服去遵行的时候 你的话就靠着你的大人 必定要发声 必定要彰显出来 我们就知道 你是又真又合的神 你是信实的神 听我们的祷告 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 奉靠主耶稣记得圣明 Amen 请坐 从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祂的祷告给我们看见 祂是一个感恩的人 祂深深知道祂是一个蒙恩的人 当然这两句话 我们听起来 祂真是一个很谦卑 于是大卫王进去 坐在耶华面前说 主耶华我是谁 我在加算什么 你进我使我到这个地步 他第一个事情 当先知跟他说 神没有能盖房子 为他盖 他没有任何的所谓的 反面 负面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他第一个想到神的 就是神是恩典的神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中的时候 一些挫折来 你会问 我也会问 神他为什么 我哪边做错了 我哪边没有做对了 我哪边不够好了 但是你一发现 一张开眼睛或是闭眼睛 你想到神的时候 你就闭眼睛想到神 张开眼看到神 你一定回应是什么 祂的伟大的圣洁带出来 神啊 你真是恩待了我 所以从谦卑来讲 我在说 谦卑不是一个修养 牧师我觉得很有能力等等 我跟你说 没有啦 没有啦 这是一个修养 不要太骄傲 不过有一天说 牧师我觉得你这样的决定是不对的 你这样的思想是不够彻底 我先想说 这关你什么事 你对教会也不认识 这么困难 你知道吗 谦卑是知道他一无所有 一无所论 以至于神的同在 是他唯一的盼望 也是他唯一的力量 所以虚信能有负料 因为天国是他们 换句话 一个人跟神能够connect 他需要是一个谦卑人 谦卑不是一个修养 谦卑是认识 站在神面前 他认识他是谁 所以马上大卫就说 我是谁 然后不仅说我的家算什么 原来这句话说 大卫说你不仅祝福了我 你祝福了我的家 这个家还有另外一个 因为这个时候用house 旧约的时候用house 不仅讲他自己的家 还讲他的国家 换句话说 当你想到的任何事情的时候 基因是什么发生 在你的家 你没想到神也祝福你的家 在你的职场 在你的公司 你有没有想到 那个的部门也是你的家 我再说圣经说 神会拒绝抵挡这个骄傲的人 那问题是 那时候神才会帮助那谦虚的人 已经讲 那你的谦虚是怎么来的呢 装来的 修理 这所谓修行而来的 还是遇见了这位神 再说了 我们每个人生命是从神开始 我们本来没有神 我们怎么来到这地方 坦白说 我们今天蒙恩得救 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新的生活 也要从神开始 如果我们在整个思想里面 不是把神放在首位 我这样的说 可能我们连蒙恩得救 可能还不清楚 或许蒙恩得救会有 但是我们没有在恩典里面来长进 没有在旧恩里面来长进 这罗马书所讲到 一到五章是恩典 其实六七八章是在恩典里面长进 你要过一个圣洁生活 所以回到这边来 那底下他不是这样讲一讲 你进使我到这个地步 就今天我能够成为一个王 请大家留意的是 第十八节面说 遇事大会王进去坐在耶安华面前 这是少有很稀奇的用个字 叫做坐在神的面前 你来到神面前只有站着 你来到神面前只有跪下 你只有来到神面前只有趴下 没有人坐在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说 他是讲今天我坐在王位上 他不是在那边只是看一个口号 也不是心中觉得神不够好 但是来到神面总要捧捧他嘛 没有 他真的很具体说 今天我能够坐在一个位上 都是恩典 让我先make a point 如果弟兄姊妹 你有工作上或者有什么困难 来到 来到神面前 或者你找我 牧师啊 我公司怎么样怎么样 我的家怎么样这样 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 确实这是困难 不过你有没有想到 这些困难是跟你的这个位置一起来的 你还没有成家的时候 你跟我牧师 我祷告让我成家 但是成了家以后 代表说 就一点困难都没有嘛 那更多的困难呢 所以这时候你要站在成家以后的困难 还是从成家以后那个恩典 所以有时候跟父母谈 难道你跟他结婚了三十年 十五年 他没有一点好处吗 你指他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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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他不改 我要跟他分开 难道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感谢主 一些弟兄姊妹说 是啊 他有 那我问问你不想想他有的呢 进到公司 你不是说祷告祷告 我没有说我祷告 我有个机会可以升到 成为那个部门的负责人 不过进到以后 你看的都是 让你受不了的 你看这个人也受不了 看你的同事也受不了 看你的老板受不了 看你的部下受不了 看你的老板受不了 是你自己求要进到那个位置 进到那个机会 我早早 早年我就学会这个功课 我一说还在学 但我说学会的时候 我明白 所以碰到任何困难 我的老板 我的同事 我的部下 包括今天在教会 你觉得每个在教会 每样事情 每个人找你 都是嘻嘻哈的吗 每个弟兄姊妹找你 牧师啊 我在说找我 我讲这话 你不要误会的意思 我是讲 十个有九个 有九个半都是有问题 才找你啊 大概剩下半个人说 牧师没有吃我请你吃个饭 坦白说吃饭也没得好吃 因为坐下来吃的时候 从头到尾他讲 我讲的时候 一盘饭 真的很丰富 好的餐馆 不过里面 每次来个菜 就加点放到盘子里面 最后 这个叫什么 这不是吃馆子 这是吃便当 我讲这个 只要告诉你 你不能够直说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神啊 为什么给我这样 我把你带到这个位置 是你求的 感恩是must 感恩才带出一个真正的谦卑 不仅恩待我 恩待我的家 恩待我的事业 叫做我的国家 大卫说 还有后面讲一句话 你真 你经我死到这个地步 然后主耶华 这在你眼中还看回小 又应勋仆人的家 他自于久远 然后大卫进步说 今天我有这么做王 在你眼中 不过是小事 还不是这样的解释 在今天 在我的眼中 这是小的恩典 小的责任 小的祝福 因为后面还有更大的 不是说大小 这不过是一个叫做开始 这不过是一个初步 这不过是一个所谓的dump payment 好像付这个贷款 后面还长远 一说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亲爱弟兄姊妹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这样的态度 我相信你一定会get promote 你在公司里面一定会升迁 你的心胸不一样 你的眼界不一样 因为你的神可以乐意 为你开路 为你开门 我出来做事的时候 读完书 那时候经济 只有第一年很景气 我是1971到美国 然后7273的时候 出来找事情 不过7273的时候 整个经济就很不景气 因为跟油荒很有关系 然后在那个公司 前后做了八九年 两年我就换个工作 两年 都在同一个公司里面 我们有六个厂 后来成为五个厂 我不赚钱 把它关掉 赚钱了把它做钱 最后我是在一个最赚钱的厂面 因为他们准备把我安排过去 要接那个厂 很明明 两年就换一个 你说我这里有本领吗 因为神同在 在我职场面 许多神奇奇奇 不是我个人 是跟这个公司 跟这个业务有关 连这些老经验 那时候我才三十出头 这些有经验的 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祷告 我寻求 我就说 要不要试这样做看 整个问题就解决 所以有人跑出来 你怎么知道重要这样解决 我说我不知道 不过神告诉我 你觉得神跟你同在是完完的吗 你觉得神的同在是一个信仰 一个精神寄托吗 你知道神同在 如果有冠权 喊喊冤吗 我不认为 我不知道各位 我的信仰是非常积极 当我四十岁的时候 有一个主内的一个姊妹 她有点像我姐姐一样 是个牙医 她给我一个纪念品 她说 You are 40 now 已经40 好 她还在后头 我不晓得来到领安堂 既然做准备事 好不好我不晓得 不过事情还是蛮多的 我要说实在这里 我们不是在 只是神解决我们一点问题 或有一天 万一将来我要离开 我要到哪里去 今天在地上 因为你相信今天有的 不过是一个开始 不过是一个小部分 是一个抵抗 是小时 因为神要把更大的事给你 我每次讲到我就很后悔 我应该三点 应该三点用三堂来讲会比较好一点 有很多讲 有没有听过就是 你在小上中心 神会把大事给你 一个观念说 你在小上中心 OK 这个做完 神把一个大的给你 然后再做完 你再做一个大的给你 这是一种解释 我不反对 不过这些年来 我真看见 原来神兴起许多的小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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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一天 把它凑在一起 小事 不是小的 就完了 就是了事 用个大的取材 把这小的凑在一起 会不会成为一个大事 七年前 八年前 一天 教会要我接主人牧师的时候 不过每个人都跟你听过 为什么要我接 你不接 谁接 这对我来讲不是理由 脑子我痛不过去 我们教会不是没有优秀传道人 好几个 我建议那几个 不过还是你比较好了 你比较适合 最后 最后只有一个人讲 我觉得 对我来讲 比较脑子里面痛得过 来量堂二十几年 前面十年 在国度 跟教会坦白说 没什么关系 分堂 有堂 很有关系 直接跑一跑去 十年以后 第一个接的 要我遮盖祷告中心 我一个人都没有 变成十三个人 做了一年以后 我就接了 叫做接了这个牧养处 然后过了两年 我说牧养处 OK 给我再做两年 我把它整合一下 然后我就可以交出去 没想到牧养处还没交出去的时候 我就尖了施工管理处 OK 施工管理处 我只要做个一年半 大概我把它整合起来 没想到施工管理处 牧养处尖了施工管 人家说你两个都做了 干脆你做执行牧师算 当然我没有这个经验 如果找到做执行牧师 以后就会接主的牧师 我就要好好想一想 不过有个同学就说 为什么神要你这样做 因为你的资历比较完整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因为你对教会认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要看清小的事 也不要说神啊 我今天小的已经做两年了 有一天了 你就给我换个 怎么一天做这个小事 神还做另外一件事 小事为你布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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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你凑起来 这就变成大事 你听得懂吗 不仅这样 第九节 第十九 二十节 蛮有意思 他知道这个好处还在后头 你听他这样说 这边说 第十九 二十 这边讲 十九 二十 我再补一点 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 有这么多个王 哪一个王像我这么蒙恩 大卫说 还有这么多人 都是有功劳的人 为什么只有我成为王 换句话说 他不仅知道 他今天是活在神的恩里面 他是一个格外被神恩宠的人 你看 你整个对神的观念 在整个人生的态度上 有个极大改变 基本上 你已经很能够做一些事情 能够带出那个影响力 我再说 我们可以谈蛮久 很多时候你有这个才干 但跟人家弄不来 你觉得你比人家努力 你觉得别人有才干 请问谁要跟你做 做好的 我们都没有功劳 都是你的 做坏的责任都是我们的 谁要跟你做 所以有人跟我说 牧师 我这样子 或是在职场 怎么做 我都做不起来 什么做 我会听到 完了 他人不跟他 所以倒过来 我为什么比你好 不是我比你好 因为神特别拣选了我 特别叫做恩典了我 甚至恩宠了我 进到这个位置上 还有更多的好处 问题在于 你肯不肯保持住一个感恩的心 保持住一个恩宠的心 不是你比你好 是神恩宠了你 以至于你常常保持一个谦卑的心 我认为这是你来到神面前 通不通的第一个关键 如果你我到神面前 哇啦哇的讲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请问 如果你的部下 跑过来跟你讲什么 或者你的小孩子 跑到你面前 就告状 你觉得你很喜欢 跟这个孩子谈些什么吗 但再说 这不是个修养 我要谦卑 我要谦卑 是因为你遇见了这位神 你知道这位神 所以后面 第三个我要提及的是在这里 在第21节 我觉得很宝贵 第二十二十一节放在一起 我还用何言何语 对你说 这些事情的发生 我不能够解释 我们神你拣选我 我们神你拣选我 而且让我成为一个王 因为在拣选我当中 还有很多不足的 你还帮助我 今天成为这样的人 成为恩典的人 成为蒙恩的人 成为蒙恩宠的人 我很难去解释 我能够用什么话可以讲了 不倒怪 你不能够解释 谁可以解释 神可以解释 你不知道事情 神知道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神的旨意 这个叫做神的智慧 叫Providence of God 用中文的翻译 一般的翻译 叫做天意 叫做天理 查查中文字典 因为是 我还不知道怎么翻译中文 叫做天理 叫天意 用一般的翻译 这叫命运 你可以解释你的命运吗 千万不要找个算命 给人解释命运 你一定会倒霉 你一定离开了神 谁能够解释 神的 就带出第二个很重要的 你有没有走在神的旨意 感恩的人不仅是谦卑 感恩的人是一个顺服的人 是一个全能把自己放下 寻求神的心意 而且走在神心的人 我们来看看第二点 我们来看看第二点 你就看到 从这个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 先把这个十九到二十一节做个小语的结论 就是二十二节 那边所说 他认为这位神是本为大 基本上 我们的诗歌也这样唱 你真伟大 或许伟大的程度不是观念 伟大的程度是什么 因为在过去大卫一生的经历这样的走过来 他知道神的伟大不是某个时候发生 不是某件事 是天天发生 是一天一天发生 而且发生过的 不代表说那个发生就没有效了 另外一个 他知道这些都是神的 在他身上恩典的累积 所以他用了后面一句话 很有意思的 没有一个神可以跟你比 在我知道听见过的神当中 没有一个神可以跟你比 最后 他的最高的宣告 只有你是神 没有一个是神 在我认识的 每个人这个说有神 那个有神 别的宗教所有 但我知道听见过没有一个能够像你 这是头脑知识吗 这是他一个亲身的经历 最后他下了一个结论 除你以外没有神 这大概就是一个人完全的顺服 他知道不再依靠别人 就依靠别人的才干能力 或是那个的神 他不再依靠 因为他认识神只有一位 从两个角度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知道这位神 第一个 在他生命当中 请他留意的是 第23节 世上有何名能比你的名呢 以色列 你从埃及将他们拯救出来的子民 又在你赎出来的名面前行大可畏的事 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名 显出你的大名 我要说在这里 一个人讲神的伟大 不是一个观念 因为你看到神的意志在你身上 我感谢主 因为他神意志 他说神很有意志 很有能力 不 我没有经历还是没经历 他的事业有问题 所以他祷告神就为他开条路 这是他的事情 那我呢 有的时候我们也照样祷告 但我们希望神帮助 反而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觉得你会更爱神吗 你觉得你更深信神吗 甚至会说 神他为什么做到他身上 不做到我身上 坦白说我比他还热心 起码我每个礼拜都来 起码我参加六八班 然后他还没参加 这是你的信仰的所谓的挑战吗 我是这样 太多人是这样 什么叫做见证 今天很多时候做见证 问到这个人 你要跟他吵架 跟他顶嘴 神的名示战上 是怎么样显明出来 不是做出来 今天我们常说 我们要为主做见证 我不认为圣经 这个也没有错了 但是圣经强调的作用 不是用一套方法 用一套的理论 用一套哪一种的方式 你的见证 用现在圣经的话 叫做 你见证 神的名存上显出来 活出来 彰显出来 你的灯 有灯 有点上 这个灯点着了 它光就会出来 从那个早在讲 为什么能够这样的自然而然 见证这位神 是因为有两件事情发生 你从埃及救赎了他们 然后呢 在面前行了大可危的书 然后驱逐了列邦人和他们的神 两件事情 用现在的话 一个神保护了你 一个神供应了你 在任何的困难当中 保守你免去试探 救你脱离结凶了 相对的 在一些事情上 照你的能力 照你所遇见这个事情的大 所谓的压力的大 困难的大 你不可以胜过的 但因着神的供应 祂的力量 祂给你的智慧 当然 甚至很多时候自愿出来 当我对于异县的孩子很有负担的时候 异县我对于异县很有负担 基层 我们传福音 我们开这个异县学校 甚至我们觉得 这个基层的 这些地方怎么 他们生活要被提升 否则他们在所谓的困难贫穷的里面 他们要 真的要追求都很难 但如果他们发现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很重要 而且我觉得最基本 我要做孩子的事情 我希望从国中到大学 我能够找到一些 为我祷告 为灵安堂祷告 我希望能够找到孩子 好像找钻石一样 我找到一些基层弱势 如果这次优秀式钻石 如果没有环境给他们 他们一辈子很可能 还是在困难里面 从国中依照 给我神啊 给我十个 给我十五个 给我一打 门徒好 让我能够 教会能够陪着他们 借着福音中的对他们的认识 把他们带来 然后我们从这边培养 因为我们有资源 我们有老师 什么都有 专家什么都有 我的Dreams有一天看到 现在有没有做过不晓 以前我们那时候 每年选十大青年 有没有听过这个 现在有没有 我不晓得 我要看见 十个 都是被主摸着的 得着的基督徒 孩子们 那不是讲讲 不是做梦 你怎么去做 在我祷告的时候 突然有个基金会的负责人 我跟他不是不认得 不过碰过一两阵 基本上我们是很不熟 他牧师我们基金会准备 要支持一些事工 我们想到你 你没需要吗 如果需要 告诉我们你想要做什么 我弄清楚以后 我大概用了三十分钟 四分钟的时候 我们要做 特别这是我的信仰 我们过去做基督徒 是有做预算 但是这些 我们不能够 不在预算里面 但是这些 我们要做的话 如果没有资金的话 我们做不来 感谢主 他们给了我们 蛮大一笔数字 当我们写完一个提案 给他怎么做的时候 他说 这样我们再多加一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对待教会 不是说我们人多一些 到底 神要用我们 对这个世界 对我们的环境 我不能够说传到地己 怎么帮 帮助以色列翻转观 当然 这是神的信仰 目前我在四周 我能够做什么 为我们跟以色列 这么多的事工 我们可以参与 但我目前只跟一个叫做 这个怜悯账目 因为跟我们的意向负担很有 我们要帮助那些弱势 不仅是以色列人 包括阿拉伯人 在战乱当中这些孩子 这些家庭破碎的 如果你有听过这样提 可能有听过 神这样给我们一个机会 可能在缅甸那边 我们要开一个学校 那个是为那些弱势孩子 不是学术性的学校 是比较专业的学校 包括语文 包括医技之长在内 有一天跟一个企业这样子 牧师你们想要做吗 你做其他我们就负责 地也有了 什么都有了 如果要盖房子 他们图也画好 不过你们不喜欢 我们重新画 然后弄完以后 我们整个的做好以后 就运过去 一月你们答应开始的话 八月我就盖好 那地还蛮大的 最后我请同学去问问 我们这个学校运作 你们会支持吗 他说我们会支持 现在我们叫出人就是 所以在深陪 我在上课的时候跟他们说 希望你们这些毕业的 能够有限去那边 做我们的帮助 我的点是在这里 你有没有走在神的计划里面 你不见你一开始就这么清楚 但神给你一个方向 给你一个目标 然后就开始慢慢 一个事情发生 一发生的时候 你说不行 不能 不可能 做不来 我们算是教会来讲 我们算是资源比较多一点 当然是不难 神说 你担心什么 你只要走到我的指引荡荡 我会预备这一切 所以现在变成我们蛮忙的 因为人家等着我们 写这个计划书 一写完以后就像 他几百万就下来 我们做这种事情 所以这边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 在神过去的 所谓的拯救当中 在神过去 我真知道我的神 神是信实的神 祂有祂的大能 可以保护我 祂有祂的丰富 可以让我所成就 必然会成就 自然我所做的 我们就见证了神的荣耀 不是嘴巴讲讲见神 如果那个学校起来 如果我们在台湾这些弱势的基层 能够起来 这些孩子就是神的荣耀 这些孩子就是神的荣耀的彰显 做见证是什么 不是嘴巴讲 要紧是 有没有让人家看见 这叫见证 另外一个 我觉得很美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请大家留意的是 后面这一节经文 神在我们身上 请大家留意这个字 第二十四 神 你曾建立你的名 以色列 你的子名 直到永远 你耶华也做了他们的神 很重要这个字叫做建立 建立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所谓的装备也好 这个盖房子 是一个过程 建立 是叫做establish 是一步一步的 从小公司变大公司 从一块砖边的一个店 一样样来 不是一下就蹦出来 这是建立 在整个建立的当中 神显出祂的大能 显出祂的丰富 原来在建立当中 达到目的的时候 神的名字 而然在我们当中被高举被揉 相对的 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清净 因为神与你同在 神拯救你 因为神与你同在 神帮助你 你知道这一切的发生 是因为神与你同在 是在这个时候 这个事情发生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这个困难是这样发生 那个困难是这样发生 我越来越认识 大家就越来认识 我的神是没有跟人比的神 祂是有真有我的神 祂是全能的神 OK 时间关系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第三点 这边讲到一个 请大家留意的25节到29节 我很快地读一下 耶和华 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价的话 求你坚定 请大家留意哦 25节用坚定 24节是用坚立 等下我要解释 直到永远 照你所说的而行 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 说万君子耶和华 是治理以色列的神 这样 你仆仁大卫的家 必在你面前坚立 所以用了两字 24节用坚立 26节用坚立 25差一个叫坚定 然后耶和华 万君子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因你启示你的仆仁说 我必为你坚立 又多一个字 叫做坚立 坚立 不是坚立 是坚立 所以仆仁大胆 向你如此祈求 主耶和华 唯有你是神 你的话是真实的 你也应许将这福 赐给仆人 现在求你赐福于仆人的家 可以永存在你面前 主耶和华 这是你所应许的 愿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 先回到这个 第二十四节 你曾坚立 这边 就是刚刚所说的 你在所谓的建造你的百姓 透过刚刚所说的 你的拯救 你的所谓驱逐 你的保护 你的供应等等 整个过程 我们就越来越成熟 跟神越来越亲近 从某一场 我们就越自然而然 为主来做见证 但是这边讲的句话 很有意思 耶和华 这一天都出于神的应许 都出于神的话 所以求你建立 这个坚定的意思 后面这个二十五节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求你保守你的话 求你守住你的话 原来我们 神在建立我们 是用祂的话来建立我们 或是祂不改变祂的话 不改变应许 然后一步一步的 一刻一刻的建立我们 在我身上几十年 祂的旨意永远没有改变 祂永远 keep住祂的word keep住祂的promise 但是我不是一下就学会 所以随着年代来 随着不同环境来 在美国 在台湾等等的 在领兰堂不同的责任 最后一个结果是什么 叫做建立 刚刚所说的 这边所说 我们就被神建立了 建立了神的家 所以我要说在这里 原来在整个过程当中 是什么呢 因为神 这个所谓的 坚定祂的应许 keep住祂的应许 所以在神的应许当中 神就不断地叫做建立我们 建造我们 或是说让我们更加成熟 所以用了一句话 第二十六节说 万军耶和尔是 治理以色列的神 祂亲自 清起环境 祂亲自用祂的话 用祂的灵 来所谓的建立 或者建立我们 但整个建立 神没有改变祂目标方向 祂永远 这边所说的 是坚定祂的应许 为什么你有一个坚固的信心 是因为你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应许 而在整个应许当中 惨白说还没有发生 是起起伏伏的 有顺的时候 有不顺的时候 但是你知道原来顺与不顺 都是在神在治理你 为了让你更加成熟 好叫祂站上的 最后那个呼召 站上的那个心意 能够得以成全 不是这样吗 神的旨意 当你明白 当你知道 神的旨意是什么 当你知道 是谁定下这个旨意 是神自己的话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就大胆向神求吧 不再这样说 牧师问我祷告 我在祷告我的工作 牧师问我祷告我在准备身体等 十个 在我的经验里面 十个有九个祷告的时候 都说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我求什么 只有一个说 神啊 中了困难 是顺势你 求你告诉我 你的心意是什么 有没有想想看我们的祷告 你只跟神说要这个要的 还是有一天 你一个翻转的祷告 如果今天这是我的信息 说神给我的信息 你认识这位神 你不再问神说求这个求那个 神啊 这个情况 这个时间当中 请你告诉你的信是什么 只要我知道 我一定会走在你心里 只要我走在你心里当中 事情一定会成就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事情马上就顺了 不一定 但整个过程 是你在建立我 是在建立我 所以第一个 你会大声的祷告 你会有把握的祷告 我很喜欢的 后面 你知道神给你的都是祝福 所以二十八节二十九节 你数一下的话 叫做blessing 三次的发生 数了三次 还有这边讲到 这符 这永远永远等等 也讲了好几次 都是祝福 而且永远 永远代表 不代表说将来才会有 现在就有 而且不断的会发生 就刚刚我这样讲 最后一个事情 我觉得祷告对我来讲 最美的事 我可以跟神说 现在 为人家祷告到我们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到 神今天这时候 我就now 现在 事情就发生 这个人就 这时候 他积极过去 就直起来 这个人站不住 就躺下去 我没有做什么 我知道 神的心意 在你的身上 要彰显的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 神永远没有过去 神永远没有将来 神永远是现在 这就是薄熙问神 问神说 你要叫我 你要去把一些人 从埃及带出来 我要跟你讲是谁吗 所以中文圣经 我觉得非常的美 大概没有人 可以翻成这样 神跟摩西说 我是自由 拥有的神 基本上 这句话说 我是现在的 I am that I am I am who I am 不是你想讲什么 我在祷告说 各位 当你祷告到一个程度 你的需要不是问题 你的目标 你的旨意 不是问题 你的 这个 怎么策略 努力 资源不是问题 有没有谅解的问题 你突然这时候 你就从这个暂时的人生 在神的面前 你就进到永恒的里面 如果你告诉我 你祷告遇见了神 我要告诉你 你的整个人 你的身心灵 这时候 你可能还在那边祷告 不过知道 你已经来到这位神面前 你已经与这位永恒的神面对面了 所以你说 神啊 你本味道 好味道啊 没有一个神能够向你 甚至我要大胆的说 又保证 世界上除你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一起给我同圣来祷告 求神让我们遇见祂 但有个很基本的 你认识祂吗 当你认识祂的时候 当你遇见祂的时候 你的一个态度是什么 埋怨 或是用了不满 还是你会说 神啊 我不配 今天我这样子都是你的恩典 但我知道 过去这么多恩典在我身上 我知道后面 还有很多恩典 更大的恩典 更多的恩典 好的还在后头 我要宣告 林良堂好的还在后头 所以明年我们订的 整个的目标是 卖向荣耀 要祝福在座每一位 各位 你的家庭 你的事业 包括你的服事 好的还在后头 在我们当中 我相信神带领我们 不是带领我们一个人而已 祂会带领我们整个教会 带我们的一个团队 或许神在你的公司发挥果效的时候 不是因为这个部门的主管 而且很能干的主管 所以你可以把整个团队带出来 领袖 领袖 领袖的基本 不是他有没有才感 领袖是在 他会不会谦卑 因为他的才感 他能力是从神来 他有才感能力 他是否能够 谦卑的用他的才感能力 领袖最要紧的 他要知道他前面走的路 而且有信心 有把握走这条路 是谁保证他 能够有效的 带着大家走这条路 主 这是我们的站立在你的面前 主 这不仅是我们的师哥 也是我们对你的渴慕 你答应我们 凡他在我们面前的 你一个都不会丢弃 我们求救必得招 寇门你为我们开门 寻找就必得见 就是我们贡献 我们站在前面的弟兄姊妹朋友 交给你的手中 主 祢让我们每个人都遇见了祢 甚至不仅遇见了 我们能经历祢 好 叫我们带着一个 由于你面对面的经验 成为我们信心的中间一个根据 以至于每一个环境 可以影响我们 来信靠祢 来依靠祢 求祢做成这个工作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们要分开了 求祢要保守我们分上你的脚步 让我们前面离开 回到我们的工作生活岗位上的时候 主 再次让我们尊祢为大 好 叫在任何环境 祢就要透过我们显出祢的名来 主 也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靠近祢 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向祢 好好叫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爱祢 我们就要分开了 求祢保守分上你的脚步 到我们前面离开的时候 愿我主耶稣就恩惠天父的 慈爱圣灵感动交通使得 共义和平和喜乐 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感谢主